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好了吗 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没有对错 不过你一时的选择可能会在未来造成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差距哦 那我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还债投资哪一个效益更大 你需要考量的因素以及你能够采取的还债方式 考虑这两种选择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三到六个月的紧急筹备金 不然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从投资当中取钱出来 或者是再去借贷来使用 那根本就逃不出老鼠圈瞎忙一场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两个选择的理由吧 那首先是还债的理由 债务越多的人越依赖工资来过日子 如果你有很多的债务 不安感会使你很难支付自己 再加上钱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本金 所以更倾向于还清债务 省下利息费 一旦还清了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支配 仿佛就像是白白加薪的感觉 在轻松的心理状态之下 你的信心爆棚 更容易储蓄和坚定财务自由的信念 而选择把钱拿去投资的理由是 投资赚到的利息会超过负债的利息 让你多赚一笔 比如你的回酬是10% 财务率是5% 那你就能够从当中赚取5%的机会成本 那另外选择投资的人也会认为 把资金拿去还债的话 会顺之靠时间来复利的机会 所以以上就是双方的理由 那了解了理由之后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对比看看吧 那假设你有一笔30万美元的房贷 限期是30年 利息是大约6% 那你每个月需要支付1799美金 这时候你加薪了 有额外的1000块可以支配 你可以把这1000块用来还房贷或是投资 我们来看看30年后哪一个选择会让你有更多的财富 究竟是省下利息费比较值得 还是投资负利更加厉害呢 那选择一 还清房贷 假设你每个月多还1000块 那你的债务就会从30年缩短到12年10个月 整整提早了17年2个月 需要还的利息也从34万7515美元 减少到13万841美元 省下了21万6674美元 假设你在还清了债务之后 把每个月的2799 也就是原本要还的债务数量 以及多出来的1000美金 拿去投资平均有回报10%的标普500 那你这17年的回报呢 将会是1452139美元 1452139美元 减去支付利息的13841美元 你的获利将会是1321289美元 选择二 投资 假设你选择保持原本的还款了 然后把每个月额外的1000块拿去投资的话 30年来你将会需要还 34万7515美元的利息 而至于每个月1000块的投资资金啊 以标普500平均10%的回酬来计算 30年后呢 将会变成206万2843美元 如果你把投资回报的 206万2843美元 换去房贷利息的 34万7515美元 那么你的投资总额将会是 171万5328美元 以结果来看的话 选择先还债的你回报是 132万1298美元 而选择投资的回报是 171万5328美元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额外的1000块拿来投资 那30年后你的财产将会多出 39万4030美元了 当下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你未来是否能够炒老板鱿鱼 还是继续留下来为他卖命了 那在这样的假设计算下 投资会是更好的选择呢 不过在做这一个决策之前呢 你还是有其他的考量因素的 首先第一个因素 通货膨胀 货币会随着时间贬值的 假设通货膨胀是4% 18年后100块的价值呢 只剩下50块了 那对于长期贷款呢 你是更加的有利的 因为在这个贷款期间 你需要支付的金额是一样的 但那时候钱的价值已经整整少了一半 你几乎是在用半价来买东西 那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学贷了 学贷的利率通常落在1%到2% 比通货膨胀还要来得更低 因此借钱上学可以说是免费的呢 第二个因素 风险 虽然说标普500平均年回酬是10% 可是它还是有回测风险的 不过当你选择环境贷款 那么你回报就已经有保证了 比如你的卡债利息是15% 那环境卡债的你就等于零风险获取15%的回酬 第三个因素 投资知识 因为投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你知道怎样找到好的标的 会在投资组合里面搭配ETF 债券等等来降低风险 当你能够以低风险投资到对的地方 那你在几十年之后就能看到非常可观的回报 和你把钱通通拿去还债会差非常非常的多 但要是你什么都不会就去搞外汇 期货加密货币等等的 那就等于在赌博了 为了帮助你培养正确的投资知识 我也准备了一堂免费的投资公开课 那这一个公开课呢 我将会和你分享 我是如何在31岁做到财富自由的秘诀 同时呢 也会让你掌握投资基础 让你少走弯路 让你学会如何比起别人提早退休2到30年的时间 那当然 目前呢 会有限额200人的免费名额 所以先到先得 有认真想要学习投资的你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 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来报名吧 第四个因素 你背的究竟是好债还是坏债 欠债不可怕 但欠坏债就非常的糟糕了 很多人都分不清自己的债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那这边和大家科普一下吧 好债是能够帮助你生产收入的债务 比如学贷 因为你有了知识有了文凭之后 更容易找到好的工作提高收入 坏债就像是垃圾食物一样 会让你上瘾还会损害你的财务健康 比如卡债或是和地下钱庄借钱 还不起的话可能就要被剁手了 通常坏债的利息都特别的高 如果你欠的是坏债的话 请立即还清吧 要是你的债务很多 那这边也想给你提供两个可行的还债方案 这两个方法呢都需要你先把所有的债务列出来 假设你有以下的债务 第一个信用卡 15%的利率 欠款额为1000块 学贷2%的利率 欠款额为5000块 车贷利率为5% 欠款额为3万块 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学奔还债法 在列出了债务之后 跟着债务的利息从高到低来排 那这时候你就先付所有债务的最低还款额 然后再把多余的资金呢 集中用来还最高利率的信用卡 那还清了卡债之后 再重复这个步骤 集中去还车贷 最后才是学贷 那这个方式呢是你最能够节省利息的方法 方法2 雪球还债法 同样的列出债务之后 你需要跟着债务的数目从最低排到最高 就像是这样 这时候在偿还了所有债务的最低还款额后 然后呢就把剩下的资金集中偿还 数目最小的债务 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会先还清学贷 然后再来还卡债 虽然这样做计算上没有雪崩还债法那么省利息 但能够让你短时间内看到成果 更有成就感 更有信心去坚持保持动力 如果你现在的债务已经多到不能负担了 那你可以去和银行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或许能够延长还款期限 或者是只需要付较低的利率 所以学会了吗 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啊 我也帮大家来重点复习一下 以3%到5%的通货膨胀率来看啊 如果债务超过5%就要赶快还 那如果少过的话可以慢慢还 那你还是可以把以上的因素考虑进去 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哪一个选择更加的适合你 如果债务利率都不高 而在纠结选哪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两个同时进行 比如把多余的钱50%用来投资 50%用来还债 要是你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 那不如在资讯栏领取一个个人资产负债表 好好的去审视和管理自己的财富吧 那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啊 不管你是选择投资还是还债 只要不是乱花 那就表示你有在认真看待自己的财务状况了 而这正是财富自由的第一步 请给自己大大的一个掌声 投资或是还债 都是需要长期的行动 也许你觉得这个过程很漫长 偶尔会心灰意冷 但请相信我 看着自己的债务减少 资产越来越多灵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坚持就是胜利 用10年去解决你的债务和进行投资 会比你工作几十年 还深陷在财务困境来得划算 也能更早享受到财富自由的快乐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判断 你的选择先还债还是先投资呢 还是双管旗下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谢谢大家观赏 我是好夜 我们下一期再见 哦对了 这边还有一点 那如果你要选择投资的话 使用对的券商 能够帮助你省下不少的费用呢 那影片的最后呢 我想会和你介绍 我正在使用的券商 那就是IBKR 那IBKR是全球最大的券商之一 许多的专业机构 也是使用IB来作为投资券商 比如你在其他的平台 使用付委托 很大的机会 就是使用IB来帮你下单的 而且可以让你投资交易 全球150个市场 另外目前我最喜欢的就是 他可以使用WISE 直接零手续费出入金 其他的券商 通常会跟你收个1% 或是更高的手续费不等 那如果是1000美金的话 就是10美金了 那如果是1万 就是100美金了 一出一进的情况下 就是200美金了 这还不包括其他银行转账 或是转汇的高额费用 而WISE则会给到你最好的汇率 所以我个人是十分推荐 这样的搭配的 绝对可以帮你省下千万手续费 对于IB 我觉得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操作上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功能多的原因 所以用起来没有那么直觉 你需要一些时间来上手操作 不过目前可以让你投资 全球十股 具有竞争力的手续费 还有目前 未投现金最高可获 4.83%的利息 我真心推荐 非常值得你学习用起来 我把IB的链接放在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点击 来了解详情哦 那就算没用 我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等会帮我点点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仅单纯点击链接一下 就对我长期创作干货影片 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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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